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Zenfone 7 那Zenfone 7目前它还没有上市,而且也没有它上市的任何消息 所以我们就是从目前网络上流出的一些资料 还有我们往常对科技产品,对Zenfone的了解来做一个预测 那首先来提到去年Zenfone 6在推出的时候 我就预测过下一代应该还是会使用Flip Camera 原因是因为你要开发一个这样的功能 这样的设计其实耗费的人力还有成本都蛮高的 在Zenfone 6也证实了这个实用性是还蛮不错的 然后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除此之外呢,当初会有这样的想法 很大部分是因为往年Zenfone的slogan它写的是We love photo 但是在Zenfone 6开始,这个logo完全不见了 它已经完全换成Flip Camera了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Zenfone的代表应该就是Flip Camera 所以以目前来讲的话 Zenfone 7是Flip Camera这件事情 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可确性是非常高 不过呢,在现在镜头都增加蛮多了嘛 各家手机厂的这个镜头,旗舰机,镜头都三颗起跳了 那Zenfone 6的时候是两颗 所以觉得Zenfone 7增加到三颗的机会是蛮高的 这部分也跟目前流出的一些资料还蛮符合的 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些内容之外 阿汤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然后我们整理了一下这些资料 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看法 好,首先大家还记得吗? Zenfone 3的时候还是单镜头 然后Zenfone 4的时候是双镜头 Zenfone 5双镜头,Zenfone 6双镜头 然后是Flip Camera 然后ROG Phone第二代也是双镜头 在这些双镜头的机种当中 里面的照相程式 它的主镜头跟广角镜头切换的这个icon 主镜头是一个山 那广角的是三座山 所以呢,我们先记得这个哦 一座跟三座 可是最近我们在开上ROG Phone 3的时候 阿汤发现了一个细节 就是ROG Phone 3它虽然是三镜头 那它第三个镜头它是微距镜 前面两个分别是主镜头跟广角 而主镜头 从原本的一座山的icon 变成了两座山的icon 而广角则是维持了三座山 从这个蛛丝码机可以推敲或是猜测 ZenFone 7它搭载的第三个镜头 应该是望远镜 不会是微距镜 如果它是微距镜的话 它可能就会跟ROG Phone 3一样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去换这个icon呢? 就比较不合理 比较合理的感觉可能就是真的 会有第三个镜头 第三个镜头会是望远镜 那目前我们和台湾还有国外的媒体 似乎都还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这个是独家的消息 跟想法了 那希望我们之后是猜对的 那接着就讲讲其他 大家可能都知道有稍微详细一点的资讯 像电池的部分呢 根据NCC的送测资料 可以看到它的型号是CEP1904 然后是5000mAh的电池 然后应该会跟ROG Phone 3一样 是30W的充电器 ROG Phone 3我自己也有跟阿汤姐来玩一下 然后它的耳机孔是拿掉的 所以让我觉得ZenFone 7 拿掉耳机孔的机会也非常高 而且华硕最近甚至连笔电都已经拿掉耳机孔了 像UX325、UX425 这些笔电都是没有耳机孔的 那ZenFone 7 会不会跟其他手机大厂一样 很多手机大厂现在都没有耳机孔了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然后取决代字的可能是蓝牙耳机 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小发现是 华硕呢 在2018年的时候有出一个电子三轴稳定器 不过国际上什么时候开始发售我不知道 但台湾很奇怪 就是一直都没有卖 这个产品就像是一个概念性的 一直台湾都不知道都没看到这个产品 但是最近呢 在NCC的这个资料里面看到这个电子三轴稳定器的资料了 哇你看这样一个产品已经雪藏了一两年 而且以三轴电子稳定器来讲 这一两年在其他专门做电子三轴稳定器的厂商来讲 可能都已经迭代了一两代了 那华硕这次会不会真的推出 我也不是很确定啊 只是说这个可能性还蛮高的 而且电子三轴稳定器 对于搭配Renfone 7来讲是蛮有优势的 因为Renfone 7本身 它因为Flip Camera的空间不大 可能还是跟Renfone 6一样 塞不进OIS的防手震 但是有了电子三轴稳定器 你可以加减弥补掉这个缺点 上一代Renfone 6用的是友达的6.4英寸面板 然后这一次的已经变到6.7寸了 不过会是用谁的面板谁的料 目前还不知道 最后一个想和大家分享 目前看到资料 感觉可能会推出 Zenfone 7跟Zenfone 7 Pro两个版本 Zenfone 7 Pro比较高阶 可能搭载的记忆体跟容量都会比较大 CPU可能跟ROG Phone 3一样采用S865 Plus 而Zenfone 7可能就是采用S865 作为一个次旗舰 好啦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啦 之后我们也会在尽量第一个时间 就把Zenfone 7开箱评测出来 所以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